虽然拍了18次的雪山烟花依旧没有进 但是今天兄弟们 我要宣布一件大事 有人走着进雪山 有人躺着进雪山 你问我羡慕不羡慕 羡慕是不可能的 因为我直接投胎在雪山 没错 竟然拍不到雪山烟花 咱们就直接唱包歌 下载一个同样的青瓜词 这下谁都阻拦不了我进雪山了 哎呀 死时时刻只想唱一首歌 终于做了这个 究竟变了怎么说 我不离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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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计划是这样的 本来想在雪山玩一个 十万左右的单挑号 毕竟咱们雪山进不来嘛 先玩一个单挑号随便玩一玩 本来想着空号是两三万的买一个 但是计划改不上了变化 两万看到三万 三万看到四万 四万看到五万 以至最后看到了这个青花词 有钱难白我喜欢呀 看来时光的预算又得超一点了 好的 以至咱们先不看了 先看仓库 有没有什么惊喜 这么好的底子操 仓库里应该会有不少的宝物吧 这药品没什么用啊 这衣服 嗯 卖个二三十 换色单没用 哎呦 有个五弹的让用鞋子 国标项链 永不磨损头盔 四海头盔 还有别的吗 嗯 这是什么 生死绝战状 2020年12月16号 和队友其心协力 权力以赴啊 战胜了王不留情 啊 还有职业法师表弟啊 看来这个号之前也是个狠角色呀 江湖里的腥风血雨啊 多少也跟这个号有那么一捏捏的关系 可惜啊 仓库没有值钱的 生死绝对撞到挺多的 可这有什么用呢 又不能当饭吃 仓库啊 算是拉闸了 再看看家里啊 家里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有 有把武器啊 呦 有一把 替魔双加的高商神武武器 兄弟们 这把赚大法了 我感觉啊 卖个200他不成问题 哎 不过有兄弟解释一下嘛 为什么身上了这么多兰花呀 这兰花是干什么的 再看看特殊金库啊 有没有钱 比如这种PK大佬 很容易把钱忘了特殊金库 哼哼哼哼哼 想多了想多了 妹的阵王 好的 再给大家看这个号底子吧 八修全满 总经验850亿 身上还有21经验 身上经验很多 我很喜欢 毕竟野贯需要耗费大量的经验 这个号反正该买的都买了嘛 召唤的时候盒子也是12个 永利也是刷出来了 最后就要购买价格 大家看我买费没买贵 这个号除了权力属性之外 还有好几套的提名奈的属性 方便摸以后 转一个10万的PK大佬号 这个大佬号肯定是以风系为主 核心的灵宝也是全满的 能拍法宝 尺子 琴 笛子 都OK的 然后正好的神迹是75的速度 相当于100的金 玩一个风系是完全没毛病 好了 最后咱们的购买价格即将揭晓 先看一下还价的价格 62,000 63,000 65,000 52,000 完了 我购买价格好像都比这些价格高 完了 有个7万的 应该快谈最终的消息了 这个号也是卖了半个多月了 怎么价格有点慌呢 还价都5万多 不是吧 购买价格出来了 咱们最终价格的话是699,999 相当于7万块钱吧 你们觉得7万块钱怎么样 这个号有没有买贵啊 这个号还同袍 点20小时之内先解除 怎么先解除一下 不然这样的东西容易被同袍拿走 花费100万 咱们直接强制割袍断翼 OK啊 您与您的同袍已经割袍断交 财产分割后 您有部分财产存于洪福女处 请在2024年10月22日之前领取 什么情况 怎么还要婚后财产 取回分割财产 得到了两个做期的装饰 一个合成期 什么情况 我不会晋升出户了吧 房子不是我的 我的武器呢 往后的行驶 会更加困难